来关注国内疫情数据 单日确诊数据回落到1317宗 只有15宗是境外输入个案 而且12月再次成为最多新增病例的周数 有351宗 接着是雪兰额303宗 吉隆坡、槟城和沙巴的新增病例也在三位数 介于116宗到109宗 纳敏没有新增病例 另外再有4个人病逝 新增的10个感染群中 7个属于工作场所 另外3个则是社区感染遍布彭亨 雪兰额、柔佛、吉兰丹、登家楼 布城极大和霹雳